嗨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 英靈降零光 EXTRA 那個光遊俠 這次使用的隊伍就是 3.1改版最新的 那個 北歐隊 有看到奧丁已經 變成火屬性了 現在就為大家來做測試一下 來一下攻擊力的話 這隻一定可能要先K掉 那個 魚公精靈3000多的傷害應該還好 我怕力道太大了 這邊左邊我故意做斷開 現在多一吸的話 回血會比較多 像這個火的可以直接這樣小 這樣攻擊力會比較小的話 你就可以再多擠一次吸地 這是 算是小技巧吧 因為很少看到有人這樣擠吸地 所以我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方式 火撞了應該就死掉了 因為有用這種隊伍 難關可能也是在第六跟第九吧 反而第十關也還好 反而第十關也還好 一二三十 一二三十 由於奧丁的三尾是還蠻不錯的 這個 可以善加利用 點擊攻擊順序的話 用滑鼠拉滾就可以 就點點第一隻 拉第二隻 拉第三隻 剛剛在那邊研究不小心點到 剛剛在那邊研究不小心點到 現在按照射擊跳就 這有用到全體攻擊嗎 啊可能是我剛 沒有得起打到沒有注意 好吧 這樣個人擠我們就把他擠殺好了 靠左邊這一隻來擠 直接先把火消掉 面向思考 因為你只要有combo的話 他應該就再見了 試一下3C夠不夠 應該也還好 2C 1C 1C 2C 1C 1C 存到...那個...這個... 蛇女 比較保險 哇! 浪費了 因為有奧丁的加入 所以傷我都會變得蠻漂亮的 出來你血量就會很多 但是因為多的關係 所以第六第九關你不瞬間擊殺的話會很危險 順序一樣,我們留combo啦 加不加全體攻擊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歐耶...這個...有點小危險 一隻...好喔...就上你這一隻了 有一隻...好喔...就上你這一隻了 就上你這一隻了 看一下喔... 一...二...三...四...五... 四...五... 可是很可惜沒有五血 所以要再一次 一...二...三... 四...五... 五... 五... 你要集氣力的話你就一定只能 集...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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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啦 不然就沒辦法...沒辦法做出有效攻擊 二... 三... 四...哇...這樣要整天這樣子 還沒啊 我剛一生已經擠西地擠好了 所以不用再擠西地我剛沒有注意到 三 唉唷 老家在他人家衝過去 什麼都沒有住 一顆暗珠 玩火再給我一個暗珠幹嘛 沒有用 下一關水妹要直接凍住了 變屬性了 我們先清雜住一下好了 沒關係我先做出攻擊 因為我的基地是三回合 所以我先做出攻擊的話 等一下實話可以再一次 什麼好像蠻順利的 哎唷我們再試試看 哇 什麼鬼啊 吃壞一下好了 吃壞一下好了 呜 呜 呜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至於像這個西地比較久的 我可能就不放 會扣召喚師幾%幾%生命的這個神魔隊就拿他沒轍了 這種隊伍就是只能 用暴力隊了 跟我以前有提到的就是說 這種奇怪關卡 只能暴力過而已 那就是地獄啦 要神魔 他會盡量收集到你沒辦法魔隊 因為魔隊的話 卡片 打太多張平衡 平衡就失去了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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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話不會死掉 哎呀剛剛好像死掉 欸漂亮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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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不會GG了 我這種G系列的方式我個人覺得很好用 大家可以參考使用看看 攻擊珠就消了 大家會怕消攻擊珠他會死掉 反而都一直吃不淺 其實是錯誤了 用這種方式打方法比較容易可以GG 現在差不多就不要再用這個方式了 哇 天降沒辦法 但是因為我集的COMBO數是沒有喊說要把他KO掉 但是因為加上天降那就差很多 四回合 三回合非常漂亮剛剛好 所以我會做第一波的爆發 直接送他回老家 這時候不要用那個奧丁技能 可以一波送的無所謂 因為下一關我們可以再擠CB 我現在沒有打擊了就要靠自己了 好 這邊故意錯開 哇 還好耶 扣的沒有很多 我現在比較擔心不是打不死他 所以我被堵死了 因為血量多啊 造成我現在回血是最大的問題 好 運氣不錯 剛剛飆一個比較漂亮的 這時候實話我就要出手了 我現在就是清雜出 根回血 我現在就是清雜出 我看到他褲子頭在那邊晃 好 非常好 這波我就要送他回老家了 看一下這個要九回合 十二年十七回合 嗯 看一下 好吧 直接送他回去好了 我決定 不開獨臂戰神 然後他裡面 奧丁技能 直接 試著把他送回去看看 應該是可以啦 這個血量來講的話 好 再見 哇 卡 浪費我一次 十八回合 十六回合 這奧丁十八回合 應該是 如果這樣我再狙的話 我就自己認命了 真的 很好到他這邊了 這邊猶豫要集CT所以這個先消掉 不然等一下COMBO製造出來 把王打的話會 回一下就把GAME OVER掉了 我採取不留木珠的方式 因為要讀一下 因為木珠等一下才會轉出來 這橋全部都掉這個攻擊珠 差點打到他 嚇我一跳 用這場來集CT 這樣才有機會 這個火珠剛剛掉五顆下來 這顆就要小心處理了 盡量 盡量收好 收好 收在卡卡角 然後一直轉那一顆 一樣我們盡量保持滿血的狀態 然後攻擊珠要消掉 火珠長要右下角 這樣還會中 我就沒辦法了 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 還有一CB 不錯不錯 唉唷喂 看你把我的火珠消掉 反射動作的那個過去 欸欸要消 有沒有 消就是 消了就GAME OVER了 欸火珠不要消到喔 小心喔 喔 又下角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強化火珠 我在幹嘛 還有五回合要撐一下 我就怕我太 太快動手 不小心把那個 BOSSGG掉 好吧 用我剛剛的那一招 再來一次 一二三四 好 新的話我們就可以 做強化 強化是沒有差的 哇 就三抗波而已 喔有點危險 好吧 送上去死了 不然我可能會死掉 因為CB數我算應該差不多了 噗 CDE 不會這麼巧吧 好我們先消它一點血好了 沒有關係 看一下喔 這個 要記得留強化珠 不然 不用強化啊 我等一下可以轉 喔剛剛那個水 我差點有點嚇到 真的 一八七零 噗 我們再撐一回合 喔這個回合數實在是 太 太精美的回合數了 這麼剛好 這時候 記得不要補血喔 為什麼不要補血 因為我這時候就是 死化 還要兩回合 所以我們可以先打一下 做一下強化 消一下血 順便綠珠 啊我補到血了 我補到了 因為其實 看得懂的人應該知道我要做什麼啦 就是我要用奧丁的 絕地縫生 我不打算用強化傳承 看得懂的人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血量越少的話 加上2.5倍 2倍加2倍4倍 乘2.5倍的話 我們可以 集出10倍的攻擊力 基本上也是蠻強的 不過剛剛不然補到血了就算了 看一下 一二 嘿 喔好加在 欸你一定要死欸 你不死我就危險了 喔耶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喔吊卡片 哈哈 非常驚險的玩法 喔以上是那個 用 北歐隊 那個就是 很 很緊張的玩法 一個新的提示耶 昇華值 生命值 最大 欸這什麼東西啊 所以玩意在研究 好啊以上是北歐隊 用Extra 超級 打那個 哎呀我升級了 忘記算經驗值了 不然通常我是 快升級前我才會去打 好啊這個打法給大家 參考看看 主要可能分享 使用奧丁的方式 跟 新 儲新的一個方式 好 示範到此 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